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幾年我在國庫紀念館所策劃的國際水墨大展當中 我自己提出來的這一件裂斷演繹的作品 我希望用一種比較當代的 現代的 簡潔的 帶著抽象形式結構意味的這個作品 我把台灣的山川刻意的在五個條舞當中 裂斷成很多的一個片段 來表現出我們在環境當中 對於我們為了自己可以更美好的環境的一個破壞 形成一些支禮破碎的這樣的一個感覺 但是呢 我又利用一些墨運 另外還有一些在賞鳥的過程當中 在沙灘 在泥灘地當中所撿回來的一些貝殼 我是想說不要到最後我們現在在沙灘 在河灘地上面看到的貝殼 最後可能它是被收藏到標本室裡面 我們必須透過的這些標本 透過的這些圖鑑 或者說這些書卡來認識我們不再可以看見的 曾經跟我們在這塊土地上面一起享受這個地球上面的美好的這些生物 所以或許這件作品呢 看來是有一點灰色 有一點沮喪 但是呢 也希望透過這個灰色 透過沮喪 讓大家呢 去省思未來在發展當中 也能夠為這塊地球留下一絲絲它的生氣 讓我們的後世的子孫呢 也一樣在這塊土地上面過的美好的日子